左脚 右脚 前 后 转 转 转 那个 老师啊 我们这样 这兔子舞呢 就是个高的人跳得更好看 像赵小叶这种人 来 你过来 你插他们中间 来 对 我一定要是个子高大的人 真实 绕起来更可爱 这个大兔子 你知道我刚才看什么感觉吗 里边除了郭兰跳得像兔子一样 其他都是半身不随 对 我看法人都不是大 你站最中间 对 你站最中间 对对对 再来一遍 Go Left Left Right Right Go Turn around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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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ne 前 后 转 One more time 两次 转 前 后 再来一遍 两次 推 张 再 当 好 谢谢 好 谢谢 哦 一群 一群喝醉酒的兔子 群和乱舞 太难为人家 谢谢 哈哈哈哈 好 谢谢 好 谢谢 出头了 谢谢 歌太高 歌太高 我觉得最最典型的是陈不衡 他就好像是一个燕鼠钻进了兔子窝 哈哈哈哈 来 接下来进入了新世纪初 看看关键词是什么呢 极简主义 极简主义是啥意思呀 极简主义啊 极简主义啊 就是你的目的很明确 啊 是为了健身 啊 减肥 嗯 然后目标目标明确 对 然后或者是蹦迪 嗯 好 接下来是流派开创期 嗯 关键词是什么呢 流派 民族流行风 嗯 啊 就是最选民族风 这个就是广场舞开始的这个 开始萌芽了 20 2010年左右的时候 这个最选民族风啊整一系列跟民族风结合的音乐 就开始给大家洗脑了 这首歌就出来了 对 这样吧 最主流的是哪首歌来的 最选民族风 最选民族风 在你们脑子里面 哪些歌 小苹果 小苹果 还有吗 套马甘或者是一些那些比较神曲 就是你走在大街小巷的庙绘绘歌曲 进入到完善成熟期 啊 加姆斯快乐舞步 哎 这真不知道 没听到 知道的人举手 不知道 那我说个东西你们就可能知道了 呃 你走在大街小巷晚上 然后走过一个什么地方 看到一群人穿了一身白 戴个白手套 围着圈套 这样吧 正好今天呢 我们我在这边给给大家把这个 把这个舞蹈给大家介绍一下 好的 现在广场舞呢 大家可能感觉 哎呀 乱跳虾跳 其实并不是 它有六大类别 还有六大类别 嗯 一点 一点啊 跳黑板了啊 第一个点呢 第一种就是我们刚刚看的是我跳的为多的那个健身舞版本 嗯 这个健身舞的感觉为主的 就是都是有力量练习的 这是第一个 嗯 第二个呢是民族舞份的 啊 就选舞啊 对对对 就是很专专的就是肩膀更内 对很多阿姨 很好看很好看 一般人 要要学两遍才能 学会的一些舞蹈啊 啊 这是第二个这个 民族风的啊 大概就是深入浅出啊 包括让大家都能学 对对对 然后接下来第三个就是我们说这个珈牧斯 你们你们下次去可以去看到一些阿姨就是就这样 哦 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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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这个啊 对 跟我学个那一颖 跟你在鼎话前身 好 击步 go 四 五 六 七 一 这不像那个走东影的那种感觉 好 起 啊 要跟 对 这是顶话 啊 董老师你的笑吻在哪里 协调不了 协调不了挺难的 看着容易提起挺难的 这个就是珈牧斯五步 但是她这个舞蹈的 她对整个人的线条 她特别像那个皮影戏林的老太太那样 主要是那个表情 王老师的表情露着小白牙 不只是表情 王老师刚才的屁股突然翘起来 还把屁股翘起来 第四个舞种 这个舞蹈怎么会有人学 我不觉得好